我们继续看一下 Common.js的模式化怎么去写 首先我们建一个空白目录 比如我们叫Common.js test 然后里面我们建了一个 A.js和B.js两个空文件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演示一下Common.js Common.js是Noto.js里面 默认有的模式化的规范 我们就通过这个来演示一下 我们接下来课程中 在做实例的时候 也会用Common.js来做模式化的规范 好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A.js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加法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写个FunctionAdd 然后传入A传入B 然后这里面我们去ReturnA加B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我们定一个函数 定一个函数比较容易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把这个函数给输出 Model.expos复制成Add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函数给输出了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在这个B.js里面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引用 首先定一个Add 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Require Require和这个Model.expos 这是Common.js的一些关键字 这个是把这个Add输出 然后这个是引用 引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相对目录 引用A 然后这个地方那个A 可以写个A.js 也可以不写 因为后缀默认是GS 所以说它Node.js会自动去找 所以说我们接着就写一个A就行了 这个文件名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变量 我们把这个加法做个计算 10 20 这样呢我们就做一个计算 然后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已经有这两个文件了 对吧 我们去运行一下Node的B.js 不好意思 没有打印 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好 是30 对吧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些函数 怎么去导出 怎么去导入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函数比较多了 我们一次性导入多个 导出多个 比如说我们就加个乘法 returnA乘以B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能去直接导出这个 add这个函数了 我们需要导出一个对象 add还有这个乘法 我们导出这个对象 导出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B.js里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改 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以通过我们的改下 把这个add写成一个大过号 然后add和multiply 就是那个加法和乘法 这个通过一个解构的方式 就是ES6一个解构的语法 解构的语法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对象 取出来 分别复制成这个add和multiply 然后我们再比如叫results吧 然后把这个乘法弄一下 100乘以28 然后我们打印完sum之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乘法的结果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运行 大家看 30和2n对吧 这个解构的语法 其实就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于这样 比如说叫 options等于require a 然后我们cast add option.add cast 乘法 mul 好 大家看 这个 这三行和这一行 其实是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解构的语法 这个其实是ES6的一个语法 我们在这再详细解释一下吧 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进行一下 看一下结构 好 大家看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解释这个解构的语法 怎么去用 并不是这个common.js的一个动向 所以说我们删掉 我们删掉 然后我们 我们代码那就用这个 好 这是那个我们自己写的 我们自己写的刚才演示了 怎么去输出一个函数 还有怎么输出一个对象 就是里面包含多个函数 或者多个其他的东西 只要是js的对象 js的边量都可以输出 然后这里面引用呢 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引用 然后引用完之后就去使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引用这个npm包 通过common.js引用npm包 因为这些工具啊 像这个加法乘法这些 这些我们可以自己写 但是有一些很麻烦的 我们没必要自己写 对吧 有现成的工具可以用 那我们呢就到控制台里面 然后通过npm init-y 来去出手化一下npm的环境 好 出手化完之后呢 我们去安装一下 一个loadash loadash是我们在node.js中 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库 就类似于那个前端的这个 underscore 好稍微安装一下 我们稍微等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完成 安装有点慢 我们可以加一个淘宝的镜像 npm的淘宝.org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还找一下有一个淘宝的一个金箱地址 我们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 我们先停一下 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去把这个地址给沾上 然后去回车 这样的话就比较快了 因为不用这个经键员的话 它会直接请求这个美国的服务器 能比较慢一些 好 我们用这种方式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代码中会有一个package adison的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里面呢 会有这个Lodas的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Eli Dependencies Lodas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拷贝一下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cast Lodas一般是通过这个下滑线来代替 然后复制成require 然后require里面 直接把这个Lodas的名字 给它复制上就行了 就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它是这个package.dc里面 这个Eli的这个名字 直接弄过来就行了 弄过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用它的其中一个方法 比如说一个数组 复制成Lodas.concat 然后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吧 把它拼账为数组 然后console.log 然后这个数组是什么 加三个点 就是标示一下 它这个打印的是数组 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 运行这个nodeb.js 好 大家看 这个已经打印出来了 对吧 打印出来之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这个 引用这个Lodas 真正真正的是 已经引用成功了 OK 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 这个common.js的模式化的规范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common.js 模式化规范 来去做我们自己的项目 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模式化 使用模式化呢 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 模式化这个东西 在前端在后端都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我们在nodeb.js中就首选这个common.js就可以了 你像最早的时候 我们有AMD 有CMD 这些模式化的标准 前端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现在都基本上不是太常用了 然后ES6中 也有一个模式化的标准 这个我们其他的就不考虑了 我们在nodeb.js中就使用common.js模式化标准 然后使用模式化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能把一些代码进行一下拆分 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 我们这些工具函数分到不同的文件中 然后再去别的地方去引用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代码有拆分和接下来的关系 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设计原则 就是说单一值的原则和开发封印原则 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些功能相近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出来 然后去直接去在很多地方去引用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我们在这就简单的再去捞到一遍 OK那这节呢 我们就讲了这个common.js的一个使用 它包括自己写的一个函数的导出和导入 以及通过这个npm安装的这个ludus 这种brow来的使用 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用 好那这节我们到这里 我们下节呢 我们就介绍那个debugger的一个应用 我们下节目的使用